说来说去 这就归结到了 你所说的那几个 什么家庭背景不一样 消费观不一样 你全给他升华了 是吧 把这些事 其实我觉得总结起来 就可以说成是这样的 你现在不喜欢他了 除了这些不和 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他 那除了这些 还能有啥和的呢 我就觉得我和他在一起 就感觉我做什么 我都会积极一点 就是他能激励你是吧 对啊 而且他很会引导我 他是你的指路明灯 对 但是他就是不理解我 其实还有一件事 还有事呢 对 就是他上次来我家的时候 那是第一次登我们拜访 我就告诉他 就是你得带着烟和酒 按照我们老家那边的习俗来 但是呢 他倒好 这两样重要的偏偏不带 就带一些乱七八糟的 我带的也不是乱七八糟的 我带的都是燕窝 人声 这不挺好吗 对啊 给他妈我也送的是香水和口红 可以啊 对啊 我都觉得烟酒不健康呀 我觉得我送这些比烟酒有心意多了嘛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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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嘛 我都提前跟他说了 我爸喜欢抽点烟 喝点酒 没送到新坎里 就好像你喜欢二次元 他非要给你来个英国淑女 你喜欢吗 就这一个意思 怎么了 好了 后来你父母啥意思 他就不懂头其所好嘛 后来他在我家待了十多天嘛 他这表现也不好 他每天把自己灌在房间里 只有吃饭 我爸妈喊他 他才会出来 平时的时候你别说你帮忙看看家务了 就连向我父母问好都懒得叫 他那个在我家的表现就是让我父母对他还挺不满意的 他家我也是第一次去 我不了解他们那边什么习俗嘛 一开始做家务的时候 他们也说这些都不用我做 我也不知道他们那边喜欢听什么嘛 我感觉少说点话就显得乖一点嘛 万一我说错了 他爸妈不是更不喜欢我吗 所以你父母现在什么意见呢 我父母就是不大看好 其实主要的问题就是 他父母想找一个本地的 他能留在人边比较好一点 但是我家是四川的嘛 我爸妈还有我都规划好了以后 在哪儿工作 在哪儿工作呀 四川成都 也挺好 他父母就很不支持 就觉得我们很难继续走下去 你去他家见过他父母吗 见过 他父母倒挺好的 也很热情 他父母是想让他留在成都发展 然后我父母又想让我留在浙江发展 所以你们觉得是 你们生活上的种种的不同 导致你们要渐行渐远 还是因为最后这一下子 到底在哪儿 我觉得就是生活上各种差异很大 就导致了我们 越来越没希望 跟这个去哪儿不去哪儿没关系是吧 其实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我们 你能去浙江不 能 好样的 能喜欢动漫不 我不了解 但 愿意去为他了解一下吗 我是愿意的 但他得尝试让我去了解他 他把柜子都锁起来了 不是你不能非要上手才叫了解 你先查资料 你先弄明白吗 我跟你们真是 真是着急 想分手 我也不是想分手 我就是希望他能改变一些 改变什么 第一是脾气不要那么爆 第二是能尊重我的爱好 我觉得这两点是最重要的 好好好 听明白了 来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奔卷